哇 這顏色超美耶 這顏色很美 很值得買 如果我們相較於上上一代iPad mini 3來比較的話 左手邊的mini 5其實它是更薄的 而且它的單手的感覺更好 這兩台 一台是iPad mini 4 一台是iPad mini 5 從正面來看其實真的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維持了它的Touch ID 然後音源鍵 然後它3.5mm耳機口也都保留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是新增加功能有什麼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是自己的一台隨身的電子記事本 所以當你不論之間有什麼樣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就開始上面書寫 其實非常方便的 地圖 我們現在在用地圖 然後記事本 你就把它拖一上去 然後就可以左邊再寬你的地圖 然後同時右邊你也可以再繼續用你的記事本 它已經變成S了 之前是A8 所以說基本上以處理速度來講的話會比以前高很多 情境頭的話現在變成700萬 跟之前會差蠻多 今天才120而已 顧客如果在跟親戚朋友的話 FaceTime的話會非常的清晰的 新機上市的同時 得益數位也推出舊款展示機優惠 5月18中午12點起陸續在台大門市開賣 中南部各店也有一到兩台庫存 不過展示機沒有提供原廠保固 確定能接受再下手 福岡東新聞 台北報導 來爆料 每月有賞60萬 一經錄用現報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10萬 月冠軍再賞20萬 你敢爆料 我敢給錢